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收看全日總見 我是林子彤 現在和大家跟進內地和本港股市收市的情況 先看看內地股市方面 上正綜合指數收市跌23點 收報3028點 深淨成分指數倒升6點上來 收報9262點 湖深三角指數跌31點 收報3542點 創業板指數升6點 收報1787點 至於港股方面 恆指首穩在1800點樓上收市 收市跌幅收窄 全日跌190點下來 收報18176點 國企指數跌58點 全日收報6452點 科智跌17點 收報3755點 大股市全日成交接近1400億 有1398億 這次看看幾份大股報告 先看瑞銀的一份報告 針對港交所 港交所受惠市場氣氛改善 港股上個月平均每一日的成交額 有1400億 按年升3.8元 按月增加大約兩成半 接下來的成交 要留意港股表現 以及政策如何落實 例如南向投資者股息稅 會否取消等等 瑞銀又說 綜合現在的市況 將今明兩年港股日均成交額的預測 調高到1,120億 以及1,250億 同時調高港交所每股盈利 預測5%和4% 到9.8%和10.1% 重新中性的評級不變 但將目標價由262元 調高5%到275元 今天市況氣氛差 港交所亦要受慮 全日跌大1.6% 濕保266.2% 全日跌4.6% 但今天守得穩在18000 看看未來幾天的成交量變化 再看看市場 有沒有機會守得住18000 繼續在18000樓上走下去 希望港交所的股價亦會好一點 另外看看貓眼 貓眼的專業版顯示 整個端午節檔期 總票房3.78億人民幣 觀影人次948萬 總場次大約138萬 檔期的票房不及去年的一半 2023年端午節檔期總票房 有9億1100萬人民幣 嚴導人士說 雖然今年端午節檔期 有11部影片上映 但沒有一些能夠帶熱大盤的商業大片 令到整體票房的收入 未如理想 今天在1896 再下跌下來 全日收保8.51 跌大約0.4% 全日跌4 大家也要留意影視股的情況 然後看看669 美銀也就著669 有一份檔案報告 給予創科買入的評級 主要是因為過去10年的自由現金流不平衡 但就估計 未來自由現金流的基線 將會更加高和更加致 也預計公司可能會在18個月之內 實現資產負責表沒有剩負債 目標價由120元 略為下調到117元 公司行政總裁轉變後 策略沒有變 雖然這個消息公佈時 市場措手不及 但集團市場領導地位並未改變 所以美銀依然對創科有一個信心 創科全日跌大約1.8% 收保95.3元 今天得位做了94.2元 得位反彈一點 全日跌1.75元 這節和大家跟進到這裡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再見 稍後再見